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件作品吧 这是一个树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 无论这个树的树干还是树枝 包括下面坐着修行的这一个人 它都是在一张正方形的纸上 然后包括这件作品 它是一个圣马可飞师 这俩也都是一张纸 对 都是一张纸 要不这样吧 今天我正好还带了一个 我还没有定型的这件作品 就是这个树下了 我把它给拆开一下 因为折一个需要好几天 但拆开可能几分钟就拆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还没有完全定型的 这个树下这件作品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它的门里是折出来的 能看出它那个折出来的印子了 对 那我现在就把它拆开一下 看看它的树干树枝包 下面坐着这个人 它是不是在一张纸上的 其实我挺舍不得拆的 这个作品需要多 拆了就包废了是吗 对 再拆了以后 就很难把它给折出来 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也得三四天吧 原来是这样 你是单折三四天 还是从折完到上色 这个纸就是这个样子 纸就是这个样子 只不过最后需要给它进行一个防潮和阻燃的一个处理 这个纸是买的还是你自己做的 我们需要单独去定制这个纸 买是买不到这种成品的纸的 来我们拆开了 它是一张完整的正方形的纸 没有经过任何的剪裁和拼贴的 好 来 我来摸一下 它这个两层纸的中间 有一层类似于铝箔一样的东西 对 这是一种复合纸 大家看到吗 小烟盒里的那个 所以刚才他在说折纸的时候 我在想纸不管你怎么折 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回弹性的 对 原来奥妙在这里 对 纸非纸非长纸 你呀 变得是最快的 你跟这个折纸一样 可塑性是特别强的 当然 其实因为不同的作品 需要用不同的纸 我们可能某一个单一的一些纸张 满足不了这个作品的一些 特定的要求 就像刚才大老师说的一样 我们纸都会有一个回弹力 这个回弹力是特别影响 这个纸张的折地和造型的 那么如果给它很好地 抵消这个回弹力的话 那么就是里面放一些 不一样的金属 它可以很好地去抵消 这个纸张的回弹力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不同的纸张 进行一个复合 包括这个表纸 我们在加工的时候 也是不一样的 庞纤维的含量 可能要比普通这些纸 还要更多一点 也就是说它要更耐折一点